近年来全球积极推动电子支付 母国也跟随步伐 准备迈向无现金交易社会 但是国家的财务交易机制真的足够严谨 以保护每一个人的财产吗 一名来自柔佛新山的受害者陈小姐 今天就透过马华公共投诉及服务局 召开记者会表示 自己的信用卡在去年12月27号被盗用 在线上购买超过16000令吉的金市 陈小姐补充 户后在今年3月5号收到银行的电邮指出 调查结果显示交易并没有可疑 要求市主必须偿还欠款 加上累计的利息 目前的欠款总数已经高达18182令吉 陈小姐表示 自己从来不曾遗失信用卡或手机 不理解为何骗徒能够盗用 他的信用卡在网上购物 马华公共投诉及服务局主任 纳都斯里张天赐透露 自去年至今他已经陆续接到6宗 类似的个案 他提醒银行提高警觉 加强系统保安 以保障人民的财产 准备 新型生生的专程 处众 新型公司 新型典型